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五表示 美国正在把台湾变成火药头 敦促美方信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原则的承诺 毛宁是在例行记者会上 针对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蒂文·路德 出席台美会谈并发表上述言论的 美方对台受武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近期美台不断加大军事勾连 美国25家军火商组团窜台 与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防务论坛 再次表明美方正在把台湾变成火药头 遭殃的是广大台湾同胞 对此台湾同胞的态度十分明确 就在论坛举办地附近 台湾各界各团体的代表高呼口号 抗议战争贩子都受战争 反对以美谋独引狼入室 劝阻台湾青年不上战场 呼吁两岸一中台海和平 民进党当局应当认真听一听台湾同胞的呼声 立即停止为一己私利出卖台湾同胞根本利益